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呢 在里面玩火把 然后引发了一栏雾 而造成了这样的死伤 那虽然责任还在厘清 可是在日后来讲 对于所有这种公共场所 如何落实它的公共安全检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内政部有没有办法去落实各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检查 是 谢谢委员所提出这个非常重要 但确实也是很困难很困难的这个问题 那就许多国家的法令其实都有一定的规定 但是怎么落实执行跟检查 却才是那个关键 对 那么现在不要讲说是建管或消防 还有甚至其他像老人机构的设备等等 每一项对我们中央部会来讲都是怎么样去监督地方政府 有落实照着规定来做 那么通常我们会透过几个方式 就是不断的提醒他最新的法规是什么 这是一个 第二 会不断的邀请各部会的代表到中央来开会 让他们知道说 如果哪一项你们有疑虑的话 提出来我们帮你解释清楚 然后照着这个规定去做 那再来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可以下去抽查 今天早上我也提到这个概念 那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检查 像新北市可能有几千家的这种饮食跟饮酒夜店 那是必须由新北市来检查 当然还有民间的那种签证的单位 但是中央可能可以考虑组成一个联合的棄查小组 然后直接到地方抽查 我们以抽查的结果来去查验 各地方政府在检查工作上做的落不落实 然后把这个东西再转换成 我们对于地方的计划补助款的一个扣款与否的根据 这些东西必须环环相扣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我想检查才是真正最有帮助的 因为地方政府的公安检查 是不是落实 是不是有人情的压力 是不是有外在的因素等等 由一个跟地方毫无关系的人员去检查的话 我相信很多不同 平常检查不出来的问题 可以透过抽查的方式去检查这出来 就像违建一样 在台北市来讲 你屋顶的违建 依照台北市过去的惯例 83年以前都不处理 83年以后都要拆 可是如果你隔间隔了三间以上出租给别人的话 我不管你哪一年 我通通拆 那如果是每一个单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假如你做违建自己住 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违建是隔了房间出租给学生 或者出租给别人 那我就拆你的违建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说实在的今天东华大大学那个火灾 学生宿舍的问题就不会有这种状况 违规 刚刚我们谈到台中违规 台中应该是违规使用吧 违反土地使用分区吧 对 以我们现在的了解 是违反 如果违规的话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是用建筑法的规定来处理 断水断电连续发款 是 还是用劝导的方式 其实一般地方政府来讲 几乎很少用建筑法的规定来处理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违规的案件到处多事 住宅区里面什么都可以做 官员去了检查的时候 我把他移一移 你走了以后 我又恢复原状 大家心照不宣 今天我来了 你我拍照 你拍了照片 没有违规的东西 走了以后 归附原状 官员就说 我拍的时候 你看我去的时候都没有啊 都是符合正常 你看我照片都在这里 事后他自己在做的 很多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所以如何能够去稽查 如何能够落实安检 如何能够落实土地使用分区 如何能够落实违建的处理 我觉得这是对于未来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 炉州大火完了以后 对于违建 风行内力 处理一次以后 又恢复正常 违规使用也是一样 所以对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有没有办法 真正落实 有没有办法要求地方政府 按照都市计划法 按照土地使用分区的方式处理 有没有办法 向委员报告 我们每次碰到像类似这样的事件 就会给我们一个痛定思痛 并且拟据民心之所向 来做一些正当的事情的机会 那我们也都希望 透过每一次这种 惨痛但是难得的机会 可以让国家的法令更真完善 整个检查机制 也更为确实 虽然没有人可以讲说 经过某一次事件之后 未来就可以百分之百地做到 但是它会有进展的 整个国家长期 它的进步就在这个地方 十年来二十年来 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利用 这种难得的机会 让民众也有更高的安全意识 让社会大众也更具有守法的精神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不管我们能够 最后能够做得怎么样 都必须要去做 公安事件的发生来改善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代价也太高一点了吧 所以我刚刚讲 这是非常非常惨痛的 那平常的时候 这是可能是人类的惯性 有时候就会觉得 既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说社会也没有什么报道 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就会在业界或甚至住宅区出现 那这个时候 据我们了解 地方即使有心要执行这一些法令 有时候会碰到阻力 不管是来自于当事人 来自于背后的一些官说等等 那这种时候 他们确实也有他们为难的地方 但是就作为公务员来讲 没有第二种选择 你有什么法令依据 你必须照着这个法令去做 所以我希望部长能够严格读住各县市 一心意外落实 我再想请教一下 我们有一个公共场所 火焰火把表演防火 管理指导纲要 这个主管机关是谁 主管机关是消防署 消防署 是 确定 确定 说实在这两天我们在问消防署 给我的答案 消防署不知道主管机关是谁 应该不至于 这个是消署预制第几号函发的 当然是消防署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消防署既然跟我的办公室主任讲说 他现在也不确定 他到底是主管机关 还是地方是主管机关 可能委员 那这样的话 问题在哪里 可能委员也许您的 您的办公室的助理 也许是在问明火 表演等等 他们才会比较不确定 但是如果是 公共场所火焰火把表演防火的 这个指导纲领 当然是消防署 这是他置搬的 那如果是消防署的话 消防署就应该要落实去处理 叶署长今天有来 另外我今天不用问署长 我请问另外一个是 现在各县市 是不是多有没有公共场所 投保 强制投保意外整理线的规定 有没有投保意外责任选 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法规 我再请教一下署长 地方政府现在多有没有这个规定 好 谢谢蒋婉言 那根据台中这一家的话 他是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选 对 可是他是用饮食店去投保吗 他不是用Pub来投保吗 用Pub来投保 他用Pub来投保吗 对对 照今天的报纸 他是用饮食店 去投保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 各县市来讲 是不是多有地方自治的法规 有关公共场所 强制投保 责任意外险 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太清楚 这一点我要了解一下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台北市是第一个 制定公共场所 强制投保意外整理线 如果你没有投保意外整理线 我不让你营业 用意就在过去台北市也发生了几场公共场所的大火 家属到市政府抗议 要求市政府赔偿 而业者反而没有任何的责任 所以当时 在民国八十四年 我首先提出了 公共场所强制投保意外整理线 那个时候台北市议会 从监督机关 修正为立法机关 依照自家市制止法 变成立法机关 所以第一步 由议会主动立法的法案 就是公共场所强制投保 这类的意外性 而投保通过了以后 实施以后到现在台北市 几乎就没有再发生这种类似这种状况 所以如何能够让各县市 公共场所能够确实落实 公共场所投保责任意外险的话 我觉得这是对于公安检查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安全不可规定 保险公司不投保 不给他投保 他不能投保 他就不能营业 所以你要保险公司投保 你必须符合相关的规定 而且保险公司怕发生事故要理赔 他也会不定期的去抽查去 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机制 来协助政府做公安检查 这个部分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立法 要求各地方政府都要 强制投保责任意外险 应该我们可以试 好 那这案子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案子里面来研究 这里面事先没有想到过吗 那这段时间你们就只想到 这个室内不能有火把 炮足火焰的这种表演 公共意外 公共场所强制投保意外责任意 你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段我没有考虑到 我觉得应该要赶快找想一想 不但要投保 而且看今天报纸 台中的这家好像投保只要保一千万 九个人十几个人受伤 一千万够吗 这个最低的金额 应该要保多少 是不是也要有个规范 向文报告 保险的事务 我们内政部比较不是那种内行 我会再请教一下金管会 至于说投保这种意外责任险 我只知道在莫拉克风灾之后 我们曾经也很详细的去研究过 要不要强制去要求投保这种水灾 风灾险 但是后来找了一些学者专家 大家觉得台湾目前的保险业的环境 还不是那么成熟 它的可行性不大 所以暂时就没有去推动那一方面的立法 那火灾这一部分我会请消防署 再仔细的研究一下 部长这不是火灾的问题 公共场所强制投保责任意外险 不只是火灾 还有其他的事故 如果说把其他的灾 在台北市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了 都没有问题 现在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营业场所都要按照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在保险业来讲 已经不是问题了 好 只是我们如何去要求 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个讯息 我们会来深度了解一下 希望各县市都要有 而不是几个 有些县市有 有些县市没有 那万一发生其他火灾的时候 发生其他事故的时候 又向国家要求国家赔偿法的话 那不是又是全体公民来承担吗 所以如何落实公共场所强制投保责任意外险 我也希望内政部能够好好地研究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